您自己怎麼跟那個罷韓餐廳被關閉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罷韓只是當初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風向一個潮流嘛 那它這個關閉應該跟這個政治無關 應該只是一個景氣不好 那因為景氣不好讓很多的餐廳 都因此紛紛的倒閉 然後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風潮 也沒有這個 不管是跟韓院長有沒有關係 我還是把它認為是單純的景氣不佳 然後讓它因此沒有辦法維持生計吧 很遺憾